首先新闻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的是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 而这个月恐怕还会更加的恶化 因为疫情期间能够迅速驱逐移民到墨西哥的第42号法案即将到期 而德州边境小镇预估这个月每天会涌入上万移民 目前已经有数百人露宿街头巷弄 周一当地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而根据统计有近4万人就待在墨西哥北部等待机会入境美国 拜登政府宣布最快10号将增派1500名士兵来到墨西哥的边境 以确保两国边境的安全 美国南部边境移民蜂涌 这个月预期人数更加暴增 因为疫情期间限制移民的第42法案即将在5月11号到期 拜登政府宣布下周期增派1500名士兵 以确保美国墨西哥边境安全 目前已有2500名国民兵驻扎美国西南边境9个房区 协助海关继边境保护局 新派兵将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调度部署90天 边境总计4000名军方人员 为了与前任川普政府派军护边境有所区别 拜登政府强调军方将不会从事执法工作 也不会与拘留的移民互动 是要腾出人力 好让边境巡逻队履行执法职责 新冠疫情期间 川普政府援引所谓第42法案 可迅速驱逐来自有疫情的国家人民 没有机会寻求庇护 自2020年3月以来 这项条款已被使用超过270万次 眼看限制即将解除 美国官方内部预测 这个月每天抵达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 恐飙到1万到1万3千人 与墨西哥仅一合之隔的德州边境小镇爱尔帕索 周一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现在已有数百名移民在小镇庇护所 街上巷弄和停车场扎营 当地收容所人员表示 移民从上周二开始激增 一开始是70人露宿收容中心外 现在已经近700人 反向也有移民搭火车 从爱尔帕索跨越边境 抵达对面墨西哥的华雷斯城 从尼加拉瓜来的这一家六口 就是中途跳车 他们和同行的一群移民 抵达墨西哥北部 待在街头旅馆或移民收容中心 参加教会礼拜时 他们的苦血满脸 来自尼加拉瓜的这一家人 说他们无法再住在祖国 他在2018年参加反政府抗议后 更呆不下去 他的手臂里甚至留有 安全部队朝他开枪的子弹 现在有近四万移民 就等在墨西哥北部等着入境美国 靠近加州的提华纳九千人 与德州接壤的雷诺萨和马塔摩洛斯 超过一万七千人 华雷斯城则有一万两千人 他们寻求庇护的理由各不同 这名来自瓜地玛拉的妇女 是因为帮派威胁和儿子丧命 跳车的尼加拉瓜家族 是因为政治压迫 现在许多移民就怕美国政策改变 让他们入境美国的机会更加复杂 自拜登上任以来 南部边境移民人数不断创新高 但问题迟迟无法获得有效解决 拜登也遭民主共和两党痛批 不过这回拜登决定边境增兵 部分党内人士表示无法接受 批拜登只为了政治得分 部署军队代表移民是威胁 让寻求庇护者为获得人道对待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